天津大爆炸毒烟 吹道 他们曾经闻到过 类似于苦杏仁味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什么 未来一周下雨最好飙淋雨 天津大爆炸的毒物就会飘到台湾 这个味道有很接近 类似于这种氢化物 挥发到空气中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哇 毒物的含量很高 最好飙淋雨 哦 大家怎么都在疯传这个讯息啊 环保署都说了 夏天的西南气流会把毒烟往东北方吹 天津在台湾的北方 台湾受影响的距离哦 唯呼其微啊 安啦 不过天津大爆炸昨天也传出了好消息 在爆炸的现场也找出一名生还者 当时发现他的时候 他眼角受伤 意识还是清楚的 那条线索说他们的家属 在核心区域物流公司上班 冲击之后 当场的所有的这个集装箱 已经完全的变形 堆叠在一起 所以要一个集装箱 一个集装箱的强光手电的这种照明 到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在底层的一个集装箱内 发现了这名幸福选者 英国募集一百位爆料公民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两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一千 影片两千元 每周点阅数最高 再送奖金五万元 全民监督社会 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 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